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请看一看我们上次录的视频也是这个颜色的 它的专属的新的配色这款车 但今天我想聊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次在上市发布会上 我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技术亮点 它是什么呢 我先给您卖个官司量个东西跟它有关 但是它是什么呢 我一会儿给您揭晓答案 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前一阵广州车展有一个品牌 它的工程师说两个1500兆帕的钢 加在一起 强度就是一个3000兆帕的钢 超高强度钢 最后引来群潮 报师傅这里边可以很负责人的说 它的结论是不对的 因为前一阵 正好有一个汽车圈的工程师 人家就用自己企业里边的实验室 做了一个实验 把两个还不是1500兆帕 它是把两个1850兆帕的钢 抵加在一起 最后用咱们的专业的强度测试机 也就是说你把两个1850兆帕的钢 叠在一起 它的强度等效也不过就是1950兆帕 也就是增加了100兆帕 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把两个钢板叠在一起 对于车身 它的车身钢性的提升 确实是几乎两倍的关系 但是你的钢板强度确实不是说 1加1等于2 对里边我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那家企业讲的一个点 就是说在提升车身钢性的方法上 可以用钢板与钢板叠加的这么一种技巧 但这种技巧在车圈真的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大家不光是两块钢板去叠加 很多时候经常是三块四块五块叠加到一起 我就给你举个这次的例子 这次正好我们在现场拍摄到了 ID7 Vision它的一个白车身的拆解 您先看看这段小视频 现在都说两个1500兆帕合一块是3000兆帕 你看看大众这个是几层合在一起 这点也是两层 但是它这块的话 你看中间还有一层 至少是这还有一层 四层 四层合在一起 这得多少兆帕 这个有没有超过3000兆帕咱不知道 但整车的抗扭强度达到了46100牛米每度 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劳斯莱斯 看完这段小视频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实际上它的车身也是 尤其是在龙形车身 也就是咱们的从这里开始 A柱 B柱 C柱 这个一个环形 它的里边的核心材料 都是由多层不同强度的钢板叠加而成的 这里边我想给您举一个例子 很多时候现在有很多企业开始去用什么呢 去用叫C2B技术 C2B技术是什么 就是把电池跟车身融合到一起 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尽可能的降低电池包它的重量 因为你就不存在电池包 你就把电池跟车身放到一起了 而且你可以增加电池组件的能量密度 而且也可以把底板做的比较薄 因为电池有电池包嘛 所以这个纯电动车型的会比这个一般的 咱们燃油车地板要厚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好处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安全性的问题 安全性的问题不是说所有家都有问题 但是在这样一个 大家都非常趋之若鹜的去做C2B技术的时候 大众这么一家企业能够反其道而行之 不为所动 坚持去做什么呢 去做它的这种厚电池 我真的觉得当时还挺意外的 可是我真的看明白了这个技术之后 我会发现大众还是大众 因为它真的做的有道理 有道理在哪呢 当大家都在去减少电池包的厚度 无论是侧向的还是纵向的 但是大众是在做加法 加法在哪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品字形结构 它实际上是 刚才我们说了大众 它的这个底大边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包 侧面 侧面底大边上边的这么一个内核 外边的这个 就是您可以看顺着我的手看 也就是这里 这个底大边 它的外层结构呢 实际上是用2000兆帕的超高强度钢 去做包裹的 它起到一层支撑的作用 里边呢 就是这个2000兆帕的这个 这个强度是什么概念 我给您举个例子 一般飞机的起落架 也就是1300到1500兆帕 所以呢 你想它用2000做一个包裹 里边呢 就是这个用铝合金材料 做的品字形结构 这种品字形结构呢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您看这个品字形呢 它有很多个小方块露空 对不对 它是一个横界面 我们这块材料是一个横界面 它是有多个 就是它是这么长的一条 然后我们把它切出这么一块 为什么这里边要空心呢 一个是它是减重 另外最核心的原因 它是用作去溃缩的 一旦车辆发生这种侧状的时候 那您看它首先 它的外边包裹一层2000兆帕的 超高强度钢 超高强度钢呢 如果被击破 那这块它开始形成挤压 这块的这个边缘 为什么后度不一样 它实际上是对它的溃缩 进行引导 什么叫溃缩 其实就是吸能 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吸能盒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旦这个发生碰撞 你力量都被它的这种溃缩 把能量吸掉了之后 那它后边的这块 就是说后边的这块的这个电池包 那它就是安全的了 所以ID7这辆车 它就用了大众现在的这种反其道而行之 当别人都在去尽可能的 做小做薄电池包的时候 它反而是加厚 而且给你进货能多的增加它的防护措施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们真的跟很多很多的不同企业的工程师去聊 这个纯电动车电池包起火的问题 您比如说很多企业 它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你发生碰撞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去切断它的主控电源 也就是把它的高压电断掉了 避免它起火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设置 它还是会起火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里 您看在它的底板这块 很多时候咱们的车辆在开的过程当中 你很难避免出现这种滚蹭 而且当时一个工程师就给我讲了一个案例 车辆开着开着 前边正好高速路上一条钢筋 被前面的大货车给压起来了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尖刺 正好这辆车开过去 直接这里就被电池包就被开膛 但你也知道电池包一旦出现这种叫什么 划破划伤 然后电解液有泄漏 就很容易形成短路和氧化还原板 所以这个火 即使你切断了它的主控电源 它仍然会起火 而且火起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底下的强度 还要包括什么呢 这个侧面的强度 还要包括什么呢 上层的强度 也就是说跟蹭圆仓相连的这块的强度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 大家都很追求越来越轻宝的年代 但是它仍然这家企业仍然不为所动 能够在什么呢 就是你保护安全的这个层面 实实在在的去给你加码 我真的觉得还是希望 由衷的给它点个赞